兩個都鎖住的那個 轉換的話 你可以用Range 然後呢 加上1 剛剛有加1 加1就把原來位置加回來而已 然後呢 後面的公司都一樣 實際上我只有加這個 中間這個部分 然後呢 诶 試一下 這個時候的話呢 第一天的位置應該就OK了 執行一下 第一天的位置 為什麼沒跑 因為主要原因是因為 7月我看一下 嗯 我先把這個範圍先清掉 7月份 OK 再一次 那 應該就是把 诶 第一天的位置 剛好就是1嘛 換個位置 換一下8月 OK 4 那如果說我今天是 這樣子 好 那跑出來的結果有沒有 诶 就跟我們剛剛講的第二階段一樣 會多出什麼 多出那個小於0 小於1啦 這個部分 跟大於什麼 大於31的 所以後面這個部分的話 那我需要怎麼樣 再把這個部分 不顯示 不顯示 OK 所以應該懂那個邏輯吧 那再來第三階段的話 就是說 我要怎麼樣把這個 這個東西不顯示 這個東西也不顯示 那在VBA裡面呢 一樣有沒有 跑回圈裡面 那要加上 if的邏輯判斷 我想這個前面都寫過啦 只是說各位熟悉 就是熟不熟 而且 是不是能夠一次就把它寫出來 那如果不行的話 請你把前面的東西 再拿來摳一摳 應該也可以找得到 一樣的範圍 只是多一個if if什麼呢 兩個邏輯 第一個邏輯是 剛剛的這個東西 我其實是把這個東西有沒有 Copy 貼到哪裡呢 貼到if的後面 這一串有沒有 實際上就是這一串 把這一串放過來 小一 或者是這一串 大於多少 大於L3 L3的話 我是用Range L3來表示 所以這邊的話 後面是有個Range L3 來表示 那then 後面會有個then 就是 然後要做什麼 也就是說 這個邏輯 這個是一個邏輯 跟這個邏輯 只要其中有一個成立的話 那待會兒我就輸出什麼 空置串 跟剛剛的邏輯 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 有沒有 只是說呢 寫在不同的位置 我們是寫在VBA裡面 那反之的話呢 就把原來的東西 放過來 所以顯示出來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萬年曆3 這一段程式 執行過之後的話 有沒有 1以前的不會出現 31以後的也不會出現 有沒有 跟剛剛是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說寫法 完全是不同的 就是寫在VBA裡面 但是 剛剛這種寫法有個缺點 什麼缺點 這個東西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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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